今天我们讲一个WAN里边非常重要的技术 叫做SLJ Scape Layer Guidance 它可以有效的提升视频的质量 假如说我现在做一些人脸的修复 我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法 让人脸变得比较好看 对吧 大概能到这个水平 这个人已经是比较漂亮了 当然由于它分辨率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保证它很清晰 我们如果加了SLJ之后 你会发现它就会更好 非常的明显 那么它整个脸部的细节也会更加的清楚 这个就是SLJ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关于这个技术 网上有很多的讨论 你去看Reddit很多的帖子都在讨论 叫Scape Layer Guidance 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WAN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 当然技术不单单属于WAN 但是它在WAN上的应用是比较明显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在这种叫做动漫风格的生成上面 那大家会发现在中间的一些帧上面 那么手脸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你看一下整体的质量 都非常的棒 那在一个写实的视频里边的话呢 那它可以跳过不同的 这列举的是第九层和第十层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视频的质量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就比较中庸 而这两个就会有各自的特点 这是我们从感官上来理解这个技术 那下面我们就从头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技术到底怎么去用 另外大家需要知道用它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点 那下面我们还是从一个产品的角度 来给大家去讲 其实我相信很多大卫都讲过Scape Layer这个技术 包括在WAN里边的应用 但是大家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是从生成这个角度上去切入的 不管是图生视频还是文生视频 那我今天打算从修复这个角度上来给大家切入 那我在Running Hub上生成了两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那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那在这里边我创建了两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用货源去创建的 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用WAN WAN太慢了 我得考虑整体的效率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参考图像 非常棒的一个视角 当然这有点危险是吧 没有关系 那我们生成的质量也非常的棒 另外还有一个 大家看一下是这个 我放大了大家去看 那这个也非常的棒 当然也很危险啊 那这两个视频呢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呢是用我们的第一个版本 V1版创建的 那所以说这用的模型呢是我们传统的 Image to value 然后720 BF16 这个视频啊 因为我已经生成过了啊 我就不去重跑工作流了 我们去看效果 大家注意啊 这个呢 动作就不那么大 但是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非常的好 那这个大家可能也能猜出来啊 那我是用修复版的那个模型 就是这个 叫Replace Image to value 720 P 然后这呢 我就选成了 Replace 这样我们就生成了 刚才那个视频 那我这样去生成这两个视频 你会发现啊 这个视频里边 这个人的长相是不一样的 一个挺漂亮 一个不太漂亮 或者说一个遵循了原始图片 一个没有遵循 如果是这两种情况下的话 那就导致了所有的修复呢 都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叫一致性修复 比方说我现在要修复这个视频 我觉得它长得很好看啊 然后我就想尽量的保持它这个面果 那我这个意图就是一致性的修复 第二种呢 就是非一致性修复啊 就是现在这张脸呢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不够好看 我想保证它整体的这个状态呢 不发生变化 然后我就修复这张脸 所以说这就是修复的两个不同的目的 那我们先说这种 我们叫做非一致性修复 非一致性修复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 使用WAN1.3B那个模型 采用一个半采样的方式 就可以修复这个视频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地的这个演示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非一致性修复啊 这是一个女孩 然后可以通过Florence 生成她的一个提示词 然后呢 我们使用WAN的1.3B T2V这个模型 然后呢 我们去修复它 我家的Tcash 对吧 大家都很熟了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这种非一致性的修复呢 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是说长得不见得一样 衣服也会有变化 动作也会不同 这个完全取决于什么呢 就取决于你这儿的采样 我现在是0.5 所以说变化会比较大 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整体的质量啊 你会发现 它现在能做到这个程度 按我们之前的标准呢 已经基本上算是满意了 那现在呢 我可以加一个节点 就这个Scape Layer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把它禁用掉了啊 我现在把它放开 现在呢 我们是跳过了第十层 另外注意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你要跳过哪个块 另外呢 就是你起作用的这个时间 一个百分比的表示 从20%开始生效 到1.0结束 这就是这个层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啊 另外呢 它只能和这个配合来用 那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我现在把它禁掉 就是T-Cash禁掉 我们再来看这个 注意这个是跑不过去的啊 它必须和这个T-Cash呢 配合来使用 注意啊 这两个节点都属于KG大神的 KGNode的扩展包 那关于这个扩展 大家都很熟了啊 Confy YGON KGNode 而且大家应该都是装着的 只要更新到最新版啊 就可以使用了 那下边我们都放开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重新跑一遍 这个为了加强速度呢 我现在的分辨率是640乘640 原来的视频是512乘512 我把它放大到了640乘640 而且呢 那为了采样速度呢 我只取了25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加和不加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明显的话呢 比刚才那个要清楚啊 而且有很多的细节 当然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我们待会来说 但是我们直观的这样去看的话 好像还不是说看的特别清楚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工作流呢 稍微的再改一下 那我改成这样 大家就一直输入视频啊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主要对比这个什么呀 输出是吧 那我们怎么做呢 你就为我现在把这个采样器 和这个部分 然后呢 我把它拷贝一下 然后重新的再来生成一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两组了 是吧 可能很多人也想到了 就是我一个会用这个 Scape Layer Guidance 一个呢 不会用 所以说他们俩的区别 主要在哪啊 主要在于这个model上面 现在这个model是这样连过来的 那我把这个节点呢 再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下边 然后我把这个连过来 然后这个model呢 我们并不过这个 Scape Layer Guidance 而是直接连到这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采样出来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没有用到这个Scape Layer Guidance 也就是 SLG技术 那下边呢 我们为了方便对比啊 我们给他 把这两个视频连一块 所以说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 image contact 这样的一个技术 当然这我们同样是用 KJNode里边的这个 带multi属性的啊 也就是他可以将视频连在一块 左边我们是 不带SLG技术的 而右边呢 是带SLG技术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视频 把它全部的展示出来 当然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就是种子啊 这俩的种子必须得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sade 我们需要给它转成一个输入 装机 让它出来一个输入的节点 然后把这个呢 也给它换到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挪一下这个位置 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是两个采样器 它可以是随机的种子 但是它们俩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样我把这个视频换一下啊 这个视频 其实这个人长得不够好看 是吧 我们换成这个啊 下面呢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这个工作流 对啊 这是两个修复之后的效果 加上stg技术之后 你会发现啊 这个人物的面部 它的特征会更加的清楚 而且在这个衣服的这个花纹上面 也会更加的惊喜 所以说呢 slg技术呢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频增强技术 还有我们之前讲的这个stg技术 当然你直接这样去用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比方说 它这个有点太生硬了 对吧 啊 那我们可以有些其他的处理手法 啊 那下面呢 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技术呢 都应该怎么去调整相应的参数 首先你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跳过的层数 这是10层 其实呢 默认的话是9和10都是可以的 那哪个效果更好呢 其实应该是9更好 那比方说呢 我们下边换成9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生成一下 那它生成的时候 我们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所谓的第10层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它边缘容易出现闪动 这个呢 不那么明显啊 因为它必定有一定的概率 所以说呢 业界普遍认为就是9层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给大家测试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是9层的效果 9层的效果的话呢 明显的啊 就会更好一些啊 而且会更稳定 你注意啊 我们这并不是说9层一定比10层要好啊 而是9层呢 它更折中 比方说背景会更清楚 能看到 人物衣服上的花纹呢 也会更精细 面部呢 也会表现得更好 那么另外 如果你想让它表现更好的话呢 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把这个 starting percent和end percent啊 设成 默认的值 你可以自己去调 这个要根据实习情况来进行修改 尤其是end percent 比方现在是1.0 其实这个面部的肌肉感呢 有点太生硬 可能看出来 对吧 那你可以适当的给它调小一些 比方说呢 我们这给它调成一个0.5 这是我测试的一个手法 我先用一半啊 0.5 我们感觉一下 注意啊 这个种子它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啊 所以说如果你想得到更加一致性的比较的话 你可以把种子给它固定下来 再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个就没有刚才那么硬 对吧 它会比它更清楚一些 但是呢 不会使这个面部的肌肉感那么的突出 但是你要是觉得还不够 那你可以再调啊 比方你调成0.75 这也是可以的 当然呢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blocks 告诉你一个特殊的写法 你可以这样写 90 就是我两个全跳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 当然现在没有我任何理论上的支持 我测试下来的效果都是不错的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采样一下啊 现在我们主要做了两个参数的修改 一个是underperson变成0.75 另外就是blocks 变成了9到10 两层全部跳过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会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是0.75的情况 其实也能看出来 图案会更加的清楚 对吧 感觉会更棒啊 这个肌肉感有啊 但是又不是那么强烈 面部的优化呢 也会更加的细致 对吧 所以说呢 你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另外你要注意啊 这个呢 可以作为一种经验性的设置 针对不同分辨率的图像呢 这儿呢要不断的去修改 比方说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说的人脸的那个 好 现在呢 我们把它上传到这儿来 大家觉得啊 它非常的不清楚啊 而且它不是方形的 所以说呢 我们保证它的高度是640 宽度呢 我们是成0 为了整体效果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比例保持 给它打开 完了之后呢 我们下面来跑一下这个 对这个参数现在就是默认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脸的修复效果 到底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把一个脸 从一个大的视频上抠下来的 就是这样 你直接修复它像素点不够啊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把它放大 那放大呢 是不是像清晰的这个视频一样 能修复出来比较好的效果呢 这个我们就来试一下啊 大概如果不加的话呢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是加了之后呢 就有点过了 对吧 它虽然更清楚啊 但是面部的细节有点过了 好像这个皮肤上长了疙瘩似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再细调这个模型 那调的方式呢 无非就是把这个给它降低 你可以降到0.5或0.4左右啊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是这种情况啊 这个呢 你可以到零 那我们试一下这个参数的设置 再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呢 就好很多了 对吧 不清楚 而且呢 面部呢 会有更多的纹理 但是呢 又不像刚才那样啊 那么的 不协调 不自然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 叫做非一致性修复啊 我们再强调一下 什么叫非一致性修复 就是这个 和这个呢 不见得 我们要求它是同一个人 那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求 它是同一个人 那这个就叫一致性修复了 一致性修复的手法呢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一致性修复的工作流 它本质的工作流 其实就是哪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用这个tile control 这个laura 来看一下 那这个laura呢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啊 就是它可以去模糊 也可以放大图像 最大程度的保持这个原视频的一致性 那么大家下载的话呢 当然要下载这个 1.0版的啊 这个0.2的其实是一个测试吧 虽然他们是同一天上传呢 然后工作流呢 可以直接从这下载 下载下来呢 跟我这个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我这会多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 CK player guidance 同样一定要加上1tcash 下边的工作流 跟之前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展示的时候呢 可能要对比一下 是吧 另外我把修复好的也单独的显示出来了 这里边的设置的话呢 跟刚才差不多啊 同样我这直接写了90 然后这呢写了 2到5 我们试一下6吧 我觉得0.6可能 是不是更好一点 然后呢 我们下边来跑一下这个工作流 你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跟刚才是差不多的 很明显啊 这个会更加的清楚 它的这种提升效果 会比之前的那个 不加这个的会更加明显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去了 你看一下 我们再跑一遍 那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 注意这个脸的这个细节 这其实是不够的 对吧 它这个地方增加的细节呢 也没有刚才那么的艳丽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采用的一个固定的种子跑出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个跟刚才那个效果呢 明显是有差距的啊 所以说呢 SLJ这个技术 在WAN视频里的应用呢 是非常棒的 好 这是我们说的SLJ技术的一些基础的应用 那它到底怎么去修复这个人脸呢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一个视频重点给大家讲的内容了 这里边涉及到的技术点非常的多 因为呢 我们必须保证只修复人脸 别的呢 不被修复 而且呢 我们同样会从一致性修复和非一致性修复两个层面 来给大家去讲啊 到底怎么去用这个技术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